动向百分比等等 不过这些相关功能后面有带到我们再来看 按确定 好那再来的话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 把那个 那个 我们的各县市 这个业绩总额把它显示出 如果显示 他的金额之外我们多一个百分比 接下来的话呢 除了说我要各县市 我还希望把那个各部门的业绩 也帮我加总进来 所以这边的话呢各县市 各部门 那显示的结果类似在云端上面 这边可以类似长这样 当然呢 我们有很多种显示方法你要在 同一维 还是说不同维 交叉分析 那比如说我今天是把它放在同一列好了 你会发现 哪个县市的哪一个部门 他的结果 我们来试一下这边 一样 把那个 把01好了 再复制一个 Ctrl 键按住 拖拉 然后把这边改成03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 一样哦 我要统计的是什么 统计的是 他的 题目要的是什么 题目要是 各 县市 各部门 OK 那各县市各部门的话 当然 你又去这种分析方法 县市 我们可以把那个县市名称 先拖拉过来 然后再来怎么样 各部门 部门名称 当然你可以把它放在栏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呈现 或者是怎么样 你可以把它放在 同一列里面呈现 两种方法 一个是纵向一维的 一个是二维的方式呈现 不过理论上 比较常见的应该是交叉分析 哪个部门 在哪个县市 他的业绩 占比 各是多少 当然我们现在显示是金额啦 不过你也可以 利用刚刚讲的 你也可以把这个 里面哦 比如说我要百分比的话 占比多少 那你可以把这里面呢 改成 刚刚讲的 那个计算百分比 也可以把它用百分比 的方式显示出来 当然 两边可以交叉分析 因为有时候占比看起来会比较清楚一些些 那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说呢 我如果说 还要再把里面的东西 接下来就第3个问题完成 但其他你可以试试看 就是说 如果把部门名称 跟县市名称 放在同一尾的话 那个效果好像 会变成像这样子 里面的话变成说 他里面 会自动 当然你会发现 这种显示方式 他在 最下面一列 会自动帮你做合计 就是说呢 台中市 他的占比 是这么多 业务一颗跟业务四颗 比例是多少 底下会帮你做合计 但如果说未来 有一个 方法就是说如果你遇到合计 像这种合计 有的时候以后你都会想要把它删掉 我不要看到下面的合计 假设 这边的合计 跟这边的合计 如果不希望出现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在 这个 上方 就是在你的 书纽分析表 按 右键 那你会发现 这边有一个所谓的什么 小计 县市 名称 有没有 预设是打勾 如果说你今天不需要说 他里面的那个小计 一直出现 我不需要这个东西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小计打勾取消 那这边一样按右键 这边可以移除总计 如果说呢 刚刚讲的是 他每一 比 每一个县市的下方 会帮你针对 部门名称做合计 你可以把 就是小计 把它移掉 另外的话呢 最右边 的这个合计 假如你不要的话 这边有移除总计 有的时候 不过现在这个 这个是需要的 所以我们就不把它移除掉 OK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可以 把那个 县市跟部门名称 看你是要交叉分析呢 还是要什么呢 还是要用一维的纵向分析 这两者 我想各位都可以试试看 另外的话呢 还有就是说呢 我们最后把那个 这个值的设定 把它改成 百分比 当然如果你要把它改回来的话 就是 无计算 没有计算 按确定 他就不把 百分比 把它 这个 就是 显示 显示为百分 当然 这边还有 如果你把它改回来的话 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里面是空白 可是空白感觉好像 这样看起来不好看 所以如果里面的空子的话 我希望就帮我补个零 或者帮我减 减了符号 等等的话 那一样 你可以从什么 上方的那个 选项 这个可能要在选项里面做修改 选项里面 的 选项 从这个选项里面的选项 里面的话呢 就会有一个设定 这个设定的话呢 他会有一个叫什么呢 预设是版面配置与格式 里面的话就是 若为空值 他预设显示为没有 就是空 里面空的就保持空 那如果我 若为空值呢 我显示为零 那这样的话按确定 他会自动帮我把里面 补零 或者是说 补一个减的符号 OK你会发现他里面补个减的符号 这样的话看起来好像 就应该比较OK一点 这个是 问题 03 是针对那个 各县市 各部门的那个业绩的 总和的做一个交叉分析